韩国人气偶像崔史源 灯红花旦王若丹 心悸小声宣言 上演青春立即大戏 转身说爱你 拍戏对台词王若丹为何称崔史源最贴心 吃了吗 吃了 饿吗 不饿 两位男神现场魅力走秀 奇葩道具会给他们带来最样的 他居然把这个电机袋给了史源 三位主创分享儿时理想 崔史源说了什么 引发全场尖叫连连 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看影视俱乐部 我是周颖 青春立即大戏转身说爱你 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时间 这部戏惠辞了大量观众熟悉和喜爱的青年演员 当花样美男遇上了绝不言书的直肠女精英 都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来赶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首先有请来自韩国的崔史源 我是转身说爱的电视机转身说爱的爱您 真正的男人是不受束缚 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不惜花一辈子时间去追求梦想的男人 这才是男子孩 那史源赶紧把你在剧中的爱人请上来吧 我有请王王的电视机的妮九集 妮剧长妮剧长 王后段 我在剧中饰演名誉 是一个二十岁的外表下住着一个三十八岁的灵魂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次我一定要进入广告界做最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感谢我们年轻人的活力和创业 二位赶紧请求你们在剧中的好朋友 请他赶紧登场 我请宣言 大家好 我是宣言 我这个阿鹏是一个单纯的 善良的 无公害的 单细宝生 我告诉你宋真心 可千万别跟这个风婆子扯上任何关系 我有强烈的预感 只要你给他好上后患无穷 欢迎再来一次我们的影视视道座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请到了一位朋友 就是金金 金金在今天的我们的录制过程当中来担任崔史源的翻译 我想问一下王后段 凌玉是一个有着二十岁的外表 但是住着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十五岁的灵魂 那这样一个出演会不会自己也是一个很挑战 我自己还觉得挺有新鲜感的吧 因为很少能够遇到这种外在和内心反差这么大的 所以它因为有反差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而且其实很多人的人生是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一次的 那因为通过这样的影视作品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种这样的可能性 然后给大家不同的选择 然后告诉大家珍惜当下 薛妍说自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 但是我发现刚才在剧中的时候 刚开始是并不太喜欢茗玉和那个陈姨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情敌啊 情敌是没有人家来家去的 因为我跟史元的戏里面的关系特别好 挺不一样的关系啊 难修难逼啊 然后他因为一些原因呢 他就一直阻止我们在一起 是他现在很讨厌我 所以我也很讨厌他 谁喜欢我的话我就喜欢谁 是这样 其实很直很直接的 刚才讲他是单细胞动物嘛 没脑子 没脑子啊 在剧中话史元所饰演的这个陈姨呢 是一个也是一个双面男啊 一方面是很阳光的很粉色出演 另外一方面呢又演了一个中年的有些窝囊 知道什么叫窝囊吗 能不能中文来解释给我 东西啊 没有骨气 东东 东 那么在这场拍摄了你们这件事用中文来交流 还是有些一些特别的暗号 还有学演 其实史元的中文很好 嗯 中文 呃 交流平时交流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吃了吗 吃了 吃了 饿了吗 不饿了 很简单 没电简单 哎哎哎 早上好 早上好 嘿你好 睡得好吗 好好好 你呢 很好 OK OK 可是我知道这个台词啊 其实有很多是很复杂要表达我们的情感 真正到大段台词的时候是如何去处理 很长的台词的时候我说韩文 但是简单的时候我常常呃 说中文 对开始呃说中文 中文嗯 他很贴心他一旦到了四行以上的那个中文 就在台词的时候他会把第一句和之后一句要说中文中间的部分是要靠理解 完全靠演技沟通其实是对是吧 一开始呢我有点不适应因为他们韩国的断句跟这边很不太一样 嗯 说上去 我刚刚我刚刚介绍 哎 又说了 又说了 好吧 这一句他说了是中文了 哦 知道了 哎 问一下背台词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直接把他的台词翻成韩语之后再来背 还是直接拿中文台词去背啊 看不懂 啊 啊 我一直看不懂 看不懂啊 韩文跟那个我明白故事 真的啊 故事跟 嗯 记得台词 嗯 我记得他 他的台词也是我一定会记得 对 会记住 那其实工作量蛮大的 嗯嗯 来那在中国大的正旁世界啊 和我们的中国的演员有这么多交流的话 嗯 简单的绕口令能不能说 不久前 嗯 我拍《天战熊》的时候 嗯 打个《崇冷歌》 他叫我那个 《红凤凰》 哇 这个男的王好大呀 《红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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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红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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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薛妍去挑战一下 是的 有点就是 《红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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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凰》 是中国人没问题 看到你在其中那个造型那个短发 其实一看就是很韩国化 我知道就是他整个团队 是由韩国的一个造型机构来打造的 对于我们的化妆师和服装师 都是韩国非常优秀的团队 然后他也会按照不同的时机 但是我跟史源我们都会做了那个肚子 因为中年人可能多少都有些小腹 包括我一开始的那个泡面头 我是真的现在都不敢回头再看 我说当时的勇气怎么那么大呀 敢做一个那样子的一个 很中年妇女不羁形象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但是对于角色来说还是挺贴合 中年的造型像是 那边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会有什么不满意吗 都一样的主品 四胶泡沫那种粘在上面吗 就是玩具的屁股 摘下来贴到这边 就是毛绿玩具是吧 但是我知道在最中话 宣言还有这个 那个史源这边就是在那个游艇俱乐部里面 经常会亮出你们这种帅气的身材 这个呢我是确实得感谢史源 他确实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房子 我平时总会找一些借口 我累了 我不想健身 我可能心情不舒服 但史源工作量那么大 每天在现场 他只要有空 我就跟他拿一个弹力行动力 我就劣制那个戏 因为导演当时要求我减肥 让我减十斤 我后来减了二十斤 那当然 灯灵姐的现场见到我 他 你看我半天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的样子了 从一个面包变成一个饼干了 他真的不吃的东西 在减肥的时候 他不吃东西 所以我真的很担心 就是我告诉他说 一点点吃 运动很多 但我会觉得王中南方一直在 营幕上总是用很苗要很瘦的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可能 对吃饭越没有什么顾虑 是不是 不靠 不靠 对啊 永远不靠 永远不靠 对啊 对啊 每天每天给我 哎 徐云 你好辛苦 好 给你说 他每天吃 但是他不改变 不改变 没改变 在开戏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深圳 然后深圳 许元的粉丝 给我送的是牛排 好 我就全都吃了 直接好开心 然后袁洪和他 当时都在减肥 什么都不能吃 然后把肉都给我了 我送他 原我肚 不胖 其实 不胖 不胖 但是 但是我后来 又重新称了重量 我比三年前胖了十几 所以在三年前 我可能更瘦一点吧 就大家看到荧幕上的那个 会更瘦一点 哎 说了就没事 你真是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让所有人 都属于望尘莫及的 你拍摄的地方 还有那个红烧肉的拉面之类的 天哪 钱是好吃的 好吃 人家好气的 平常的路单 看不看韩剧 看吗 看 特别是中国的很多观众 特别是女观众的 特别喜欢那种韩国电视当中 那些男的偶像明星 无论是耍裤啊 总是或者卖萌啊 总是或者卖萌啊 总是能够 能够 俘莫不同女生的这种心 我不知道在韩国 做一人培训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去培训 比如说 做一些表情啊 或什么样的 没有 您好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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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来,我们现在喜欢的部分,我们在韩国劇里表现的部分。 今天来的两位男嘉宾,现场有很多女粉丝,希望能够现场感受一下二位的魅力。 我们都知道,史源的唱歌,跳舞啊,都很...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段小小的音乐啊,我们就请那个,史源还有宣言,宣言的两位男生做一个小小的走秀。 为了增加一下我们的难度,特意准备了两个道具,二位自己来选择一下。 一个是编织弹,还有一个就是皮铁。 选择。 选择,选择。 你选,来,你给谁。 来,这是你的,来。 这是怎么玩的? 出乎我的想象,你知道吗? 他居然把一个编织带给了史源。 首先有请,崔史源。 来,有请,崔史源。 有请,崔史源。 崔史源。 好冷出,我会觉得。 崔史源,你演的是做甘雕吗? 谢谢。 好,谢谢。 在那边解冰一下。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那些道具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气质在这儿摆着 我们那时候也认为气质吗 对 气质 他那一战就是一个高富帅的气质 大长腿 所以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个纤维袋子感觉好像带了品牌子带了光芒 虽然在于气场十足 就感觉这都是他的 他就是那丢啊 自我商量 我们这部戏呢是一个青春励志剧 我觉得它跟其他的戏有所不同的是说 里面真的是重新提了一个词叫做理想 在开策划会的时候就说理想 想到小时候一篇作文 小时候经常中国的孩子会写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不知道在韩国会不会有这样的作文 有 有 也会有 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呢 回忆一下 自己在小的时候有着怎样的理想 我们通过答题版来展示一下 多小 你会写个玩的时候吧 你会写个玩的时候吧 写完了来 一二三停留题版 轩言写的足球运动员 来 何单 好 律师 食元 公司食元 公司食元 我还好 我还好因为我这个理想我确实去实现了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我们当地的一家作曲俱乐部踢了有七年 属于十年 对 踢了七年 但是最后 因为你腿太强了 恰恰幸福 腿太短跑不快 教练不用我了 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律师 因为我之前有看TVB的那个电视剧 然后他们都会带那种羊毛 发卷的那种大律师造型 我就会觉得很多律师可以去真正的成恶扬善 然后把很多别人不知道的证据都能找出来 然后在法庭上很帅 然后可以救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 一直觉得天使剧对大家影响还蛮大的 所以尽量去演一些好业的角色 比较励志的角色 看看那个食元 为什么要想做一个职员 其实我觉得各位在自己的世界上 到现在呢 可以说都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了 各位还会有怎样的一个理想 还有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我就希望我做好我现在做的工作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用这份工作可以影响到一些人 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是个演员 那你也算是个公共人物 那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些 能让别人快乐的事情 这些快乐的事情 不单纯是说角色带给大家的 可能还有私底下一些别的事情 有的时候当你去帮别人实现 它的存在价值的时候 会比自我实现更来的一些高兴和一些容易 我们来听听我们来自韩国不一样的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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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自己未来两年的一个规划有没有 演唱会演唱会演唱会 绝弃当母 不要 动手 什麼時候 現在沒有計劃,明年就成功了 要幾年,要多久 兩年 這個兩年之中就不可以再跟觀眾去見面了嗎? 演戲不可以 沒有 還不能接受 你能接受嗎? 沒有 沒辦法 但其實也許是一件好事 因為其實我看好多韓國演員 因為他們服完兵役再回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慢 他整個的角色都拓展,都很寬 會很硬朗的編場 對,就是會有不同的類型的嘗試 其實理想這個詞 現在也許提的不多了 但是通過這部戲 我們對理想有了重生審視 傳遞了更多的正能量給我們的青年觀眾 今天現場來了很多的熱心的觀眾 他們都是各位的粉絲了 他們今天的願望就是能夠跟偶像 有一個近距離的基礎 記得屎原還有宣言 在劇中的曾經有一段草棋舞 能不能請屎原現場 叫我們的觀眾跳上一段 來 忘記了 這樣吧,沒關係 你可以教幾個 你最熟悉的一個動作也可以 能聽屎原 來 七八 兩位有沒有學會 好,謝謝 告訴我從哪裡來的觀眾 從福建 從福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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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福建來的好遠的 今天特地來近的就是河北時代光 河北,那也是要坐高鐵啊 來,剛才那個實員教你們跳舞的時候 心情是不是很激動 好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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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還好啊,還很淡 緊張 緊張 要特別緊張 特別緊張 好,剛才學會了沒有 唱歌 來,來 你做我好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計畫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收看我們的影視節目 也希望各位在我們收看這部電視的時候呢 能夠收穫自己的一份夢想 謝謝